结婚 所以我们这边的很多人就比较 着急 觉得我 就是反正我爸爸妈妈 可能也应该有点 着急吧 所以就 想着要想 给我相亲 不是我妈妈让我相亲 是我们的一个邻居 一个邻居 我爸爸的朋友吧 就是我爸爸的朋友 然后前面说过 但是这个事情 我从来没有给傅哥讲过 知道吧 因为不想 不想傅哥去 曹太多的心 就是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们 你们知 应该是不是好多人 都知道这个事情呀 就是是不是知道这个事情呀 家人们 你们知道的 可可也不知道 可可二好不好 知道可可也不知道 可可二 对 金芝 晚上好 家人们 晚上好 就是让我去相亲的 这个事情 家人们 让金芝去相亲的 这个事情 你们知道的 可可也不知道的 可可二好不好 对 就是我 就是 事情是这么回事 就是 母亲节那一天 傅哥 他不是下来了吗 他专门来给我妈妈 过母亲节 而且给我妈妈买了很多东西 还给我爸爸也带了 酒啊 这些 就带了特别多东西 来我家 然后 刚好呢 就是大牛叔叔 就是我一个叔叔 也是我刚刚才知道 他是我叔叔的一个人 而且他呢 就是 父哥也帮助过他 所以我就把大牛叔叔也喊到我们家来 然后在我们家 弄了一头小猪来吃 是这样的 就是父哥 他们 父哥呢 也不是一个人来的 他是有两个女孩子跟他一起 两个都是他妹妹吧 两个都是他妹妹 然后 来这里 你应该也要和小傅说一下 就让我去相亲 我不去 我觉得应该没有必要说 对不对 因为我 他们提了以后 他们说让我去相亲 我就去相亲 我觉得 没有必要去给父哥说 所以我就 没有给父哥说 而且父哥也挺忙的 不想 让我的事情 让他 也心情也不好 就是心情也特别不好 知道吧 我记得你是从江苏的那个 不是啊 我以前都在开直播 你可能是才刷到我 你可能是通过这个事情刷到我 但是我已经直播有一年多 两年了 嗯 是这样的 然后他 就是当时 其实都还开开心心的 都很开心 然后一起做事啊 然后一起弄啊 然后一起聊天 而且我大牛叔叔呢 因为父哥在成都帮助过他 然后就 带了两只鸡过来 带了两只鸡过来 然后 拿来做给 就是 父哥吃 然后我家呢 又弄了一只小猪 这都是我爸爸 就我爸爸因为 也知道我家里人也知道 父哥对我们一家都很好嘛 所以我爸爸买的那只小猪 让我去买的那个小猪 然后弄给父哥吃 结果在吃饭的时候 大家都 都挺开心的 然后而且人也特别的多 当时人也很多 嗯 就突然他就 那个就是聊天 就聊到突然他就说了一句话 那他说他说上次让我去相亲了这个事情 就像那什么 我没有亲口去给富哥说这个事情 结果是从别人的口中 说这个事情 所以富哥就以为我要去相亲去瞒着他 嗯 我觉得可能富哥都有点 嗯 应该有点不高兴是不是 家人们你们觉得富哥会不会有点不高兴 就说说之前给我相亲 就说说之前给我相亲 然后那个相亲的话 我妈妈其实也挺满意的 而且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我跟富哥这样子不清不楚的 而且也没有嗯就是具体要怎么样子 知道吧 因为我跟富哥的事情的话 嗯也没有办法马上就拍定下来 所以我妈妈可能也担心 就是属于那种 嗯 我现在我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说这个事情 因为一方面又是我妈妈 而且我妈妈那样做那样的 我妈妈呢 她也希望我去相亲 但是我妈妈那样的做法肯定是不好的 我妈妈呢 她是觉得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跟富哥呢 嗯一直都不清不楚的 因为富哥家里人一直都不 嗯不同意我嘛 不怎么喜欢我 然后嗯 她就觉得我就算我嫁过去 可能也不太幸福吧 就属于这种 就是我妈妈那边也说的是 如果富哥那边的家人不同意的话 就不要跟富哥 嗯就是有太多的感情的那种 但是呢 我妈妈是确实是很喜欢富哥 只是说可能 嗯就是我跟富哥可能就 嗯那个就是感情方面 可能就没有那么顺利 这样的 然后我嗯 就是然后我妈妈呢 我又不能去说我妈妈对不对 因为我妈妈可能因为她身体不好嘛 年纪也大了 然后可能觉得她陪伴不了我多久了 所以他就也想我去相亲 因为我妈妈也劝过 我要不去试一试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要不你去试一试 看看你喜不喜欢 喜欢的话你就嫁 就是这样 我妈妈是这样说的 然后而且我妈妈 就是这个原因 他也让富哥以后不要来找我了 对 就是让富哥以后也不要来找我了 就我觉得我妈妈这个做法 就有点让 可能有点让富哥伤心了 家儿们 然后然后然后 对 小富在这里 没有他回成都了 富哥他回成都了 感谢大家的点赞 新进来的家儿们帮金芝 点点免费的赞赞 然后没有点关注点点关注 好不好 肯定伤心 所以就是 就是我们不是回这里 然后后来富哥又把我送到家里面 然后后来我想着 反正我第二天要上班 富哥走了以后 我就想着 我就想着要不下来送送他 然后在城里面再见他一面 结果我下来 没有来得及 他就走了 就是没有来得及 他就去成都了 你好 冰山一姐 阿姨 是 大刘叔叔的 铁粉 是不是 嗯 当时为啥送富哥定情 那是以前 那是以前 就是这后面是他的 就是富哥的家人 是不是很喜欢我 就是他的 亲戚一些 就是对我家里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意见 就是这样 所以你今后别配合妈妈 帐落的相亲 你自己用时间 自己决定嫁给谁 决定自己嫁给谁 我觉得现在都不是决定自己嫁 我肯定 肯定不会去相亲的 家人们 只是说我 嗯 就是我妈妈那边的话 我也没办法去说我妈妈 因为我妈妈身体不好 他肯定对富哥这样子 说是不对的 因为我前面我都不知道 知道吧 是 是那个 就是 嗯 这个视频 就是视频 嗯 我 就是我也 就是把 发出来以后 我看了 我才知道 本来 我不知道 我妈妈给富哥 说了那样的话 然后我就觉得有点 而且我现在都没有 跟我妈妈说话 就我觉得我妈妈那做法不对 但是我也没有去 跟我妈妈说任何的 嗯 什么事情 对 就是 就是这样的 家人们 就是一个人 就换做任何人哈 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 换做任何人 如果说 嗯 就是 有一个人 就是一直都对你家特别好 嗯 而且就是为你付出了很多 嗯 然后突然 就是说 就是说 哎呦 让你不要来找我了 这样子肯定会很伤心的 对不对 所以 我就觉得我妈妈的处理方式 就是有点 然后我现在呢 因为 我呢 也就是担心 而且 富哥也没在这里 所以 我就担心 富哥会不会 想多了 就是 那种 其实你有事情 一定要和富哥 想说清楚 对我 我没有去相亲 富哥是知道的 是的 不要伤了富总的心 对啊 就是一个人对你那么好 就换做任何人 任何关系 一个人他对你那么好的话 就千万不能去伤了任何人的心 就跟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一样 你们都对我这么好的话 我肯定也不能让你们去失望和伤心 就一回事 是这样的 对不对 我妈妈没错 对就是父母的话 召集这个事情是不是能理解的 家人们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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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父母 父母就是召集自己的子女 然后而且有合适的人的时候 就是那种 就是我妈妈呢 就是我妈妈 可能我也理解 我妈妈 为什么要给富哥说 让他不要来找我了 其实可能就是因为 你富哥一直 就是在一直来找我 然后可能就觉得我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然后不去相亲 他就不想 不想让我 就是不想让富哥去影响到 去我相亲呀什么的 其实 就是我妈妈可能也不懂 我是不会 肯定不会去相亲的 我妈妈没有做错 对他的想法肯定是那个 但是 你们想一下家人们 就是富哥他一直都对我们家 真的很好的 就付出了很多的 所以他 如果我妈妈那样说的话 肯定会让富哥伤心的呀 富哥也没有给你表态 富哥是给我表态的 只是我想的是 要让他的家人 真正的接受我才行 这样子的话 我的爸爸妈妈也才放心 我跟着富哥 额头很亮 很亮是因为灯的原因 是因为灯的原因 欢迎大家直播间 三千多个人了 没有点关注 点点关注好不好 我是精知 可能应该很多人刷进来 可能不知道我是谁 我是相信你精知的 对 对他在克服 就是说他在克服 家里人反对的问题 就是想让 感谢我们的 就是 就是叔叔和阿姨 给君知 点的关注 合作的粉丝团 所以你相信 对啊 我一直都很相信 富哥 所以我一直都在等 富哥 而且我们觉得呢 我也觉得呢 跟富哥的话 也 就是也不用那么着急 对不对 其实两个人感情的是 婚姻的是 其实不能急 对不对 家人们 所以我跟富哥两个人的话 就是也没有想那么多 就是想要得到 大家的祝福 就想到 得到很多人的祝福 然后才那个 但是这突然 就是闹这么一出 就是要让我去相亲 这个事情 其实这也是我的问题 因为那个 就是那个叔叔 那个叔叔让我去相亲 的那个人 就是前面跟我讲的时候 我应该给富哥说一下 但是我又担心 富哥会多想 会乱想 然后他害怕富哥会不高兴 所以我也没有去相亲 然后我也没有告诉富哥 结果昨天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前天吧 前天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 嗯 结果就 结果那个男 那个叔叔 他就又又给我说 嗯 又给我说 就是让我怎么不去见一下人家 怎么的 因为他把那个就是微推 就微信推给我 我都没有家 然后让我去见 我也没有去见 是这样的 所以他那天来我家里呢 又刚好又说了这个事情 时间最最好的景 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送了星星 你们点点关注 点点赞就可以了 嗯 嗯 直播间三千六百多个人 你们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就是 我 就是我 他说什么有玩的 点我 那个女是谁呀 就一直都好像是在 你们不要上当受骗啊 像这种的话 很容易上当受骗的 有一个在打广告 那个是上 就是很容易会被骗的哈 嗯 那个人是故意说给富哥听的 是吗 但是 这个故意说给富哥听的话 应该也 不那个吧 富哥昨天召集回成都 是不是因为这件事啊 不会吧 富哥他回成都 应该 应该不是因为 你们觉得富哥会因为我妈妈的那句话 然后以后真的不来找我了吗 我妈妈让他不来找我 他以后真的会 嗯 不来找我了吗 那叔叔是故意说的 你可以和富哥去沟通好 嗯 嗯 但是我家里人现在还是 我的家里人现在还是希望我去相亲的 希望我去相亲就那种 对富哥富强还是高兴 对 你先去富强吗 他不会的 嗯 就是害怕他 就是会想的不怎么高兴 就是在 对我在马边 我在马边 家人们 多和富哥家里人沟通 真心不会的 如果不来找你说明他 不经历 我感觉小狗不会放弃的 我妈妈 我妈妈他 因为是这样子 我担心 富哥会 那样做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也特别尊敬我的妈妈 富哥他特别尊敬我的妈妈 而且也 我妈妈呢 身体不是很好 所以说 很多事情 富哥都在医着 我的妈妈 就我妈妈说什么 她就做什么 就是属于这种 她不 她呢不敢去 嗯 就是去 给我妈妈说特别多 害怕就是我妈妈会 嗯 激动 情绪会激动 然后影响到自己的身体 你知道吧 家人们 其实是个善良 懂事的女孩 但是遇到这种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哎 我 家人也是真的 就是一直都还是希望我 因为今天又提过一次 今天又提过一次 说 因为富哥他不是回去了吗 我妈妈是这样说的 他说 他说你 哎呀你现在也就是24了 你如果你25岁 你不结婚的话 你就等到27岁了 我 他说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 还能不能陪你到27岁 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27岁 所以你就是 就是你可以去 呃 试一下 就是去 看一下 看一下自己喜不喜欢 或者是觉得 嗯 他怎么样 就是让我尝试着去跟那个 嗯 就是相亲的那个对象去接触一下 然后我又不敢去反抗我妈妈 你们能不能理解我 就是我不敢去反抗我的妈妈 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的是 我说 我说妈妈 我说这个事情 我们后面再说好不好 我都没有给我妈妈说特别多那个 因为我害怕我妈妈情绪会那个 用她的话身体不好嘛 然后就不能不开心 就是 现在医生的建议 就是让我妈妈要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然后不要去特别多的那个 这个是你自己没逐渐 让你见面 你就见面 小福对你怎么样 你不知道吗 你可能没有完全听懂我的意思 我没有去见 我没有去见任何人 不能因为妈妈去相亲 失去副歌你将终后悔 这个时候你的犹豫不决 就是对副歌的伤害 我给他说了 我说我还是想等副歌的家人 整天讲故事 如果您不想听我的故事 您可以不在直播间 因为我跟大家就是把大家当成我的家人一样 我在跟他们一起聊天 如果您不喜欢听我就是说话 然后不愿意跟我一起说话 您可以不在直播间 对不对 因为你看任何人的直播 都是您自己的权利 是吧 那个家人们 你们两个人到最后 有一个人不够坚持都成不了 目前的局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副歌的家人 不是很赞同 他跟我来往 然后呢 我妈妈这边呢 又召集我25岁 如果再不结婚的话 就要等到27岁 然后我妈妈又担心自己活不到那个时间 知道吧 然后我妈妈呢 正好有人来说亲了 觉得我这么大的年纪了 然后还不去 还没有自己的一个对象什么的 然后就来相亲 所以我妈妈呢 就想趁着这个机会 而且那个人 他又说的是家里条件又好 然后人又长得怎么怎么样 所以我妈妈也急了 知道吧 也着急 我给我妈妈说了 我说副歌那你就是妈妈觉得副歌那边的话 可能 没有一个稳定数 就是怎么呢 就是觉得会不会不是 就担心 担心副歌那边的事情解决不好 可能我妈妈可能也这样的 然后所以他今天又跟我说 让我要不去尝试接触一下 为啥27岁 这边的习俗就是单岁 可以先看看再说 你们也支持我去相亲吗 家人们 你们也支持我去相亲吗 不是稳定工作 就是八字没有一撇 就是我跟副歌 就是副歌家里人 对我 就是害怕 害怕副歌那边的家人 还是不能接受我 我妈妈是担心这个吧 可能是 你相亲副歌会伤心的 还就是 能不能体会那种家里人 催婚 就是 就是那个 就是每次过年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视频 就是每次过年的时候 家里人催婚 就我现在就处于这种 我现在就是处于这种情况 对 对我知道 所以 所以我就肯定不会去相亲 我肯定 肯定相